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慢话 现在植木将要不顾危险的进入马格雷特的肚子中 小爱就说,他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就随便带过 一旦跟别人有关,就会像个笨蛋似的认真起来 不惜让财数减少,也不会再忽丢掉性命 但偶尔也要替这些为他担心的人想一想 他叫植木一定要成为十星级 然后小爱就跑向了空中庭院 所以他们正在和雅诺战斗 但对雅诺来说就好像玩游戏似的 两三下就把他们给打倒 卓也说,看来是时候要使用奥义了 班和光头佬也是如此 他们两个人将本身的神器合体 这时,小爱碰到四眼仔 他叫小爱用能力把自己变成眼镜狂 结果被小爱当成是变态,然后逃跑了 回到雅诺那里 他们的奥义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雅诺轻易的就散过看不见的有生命神器 班说如果有了四眼仔的能力 他们三个人结合起来,就会成为无敌的神器 四眼仔就跟小爱解释 他想去帮忙光头佬他们 可是,由于他的智商有179 他早就知道与雅诺对抗的结果 所以他的身体就会不自觉的想逃跑 他叫小爱让他变成眼镜狂 然后命令他去战斗 然后四眼仔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小爱说他不是受能力而来的 他是自己想要来的 因为四眼仔在刚刚半可爱的动作中使用了左脚 所以洗脑无效 所以他现在是以自己的意识而来的 他本身就是想跟伙伴战斗 他们三个人把天界力凝聚起来 使用最强的合体神器 四眼仔被一发帖就给打了 他果然是来搞笑的 现在回到来植木这里 经过两小时 他终于取得九星级神器 现在亚诺最畏惧的是小爱的特殊能力 他想要先把他解决 但被着野他们阻止了 亚诺也轻松的解决着野他们 最后亚诺掐着小爱的脖子 然后说起自己的梦想 他说自己要下定决心毁灭一切 制造一条不被任何人破坏的完美的人生之路 他说走在这条路上 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但小爱却对他说 何必多此一举 定下打倒自己就是冠军的规则呢 亚诺说 他想确认自己是否能开创这条道路 他说如果没有人能阻止自己的梦想 他就把全世界的人给毁掉 然后自己一个人生存下去 说完就把小爱扔掉了 这时植木长着一双翅膀把小爱给救了 双方都使用九级神器 花鸟风月飞上天 植木使用白鬼夜行 然后飞到亚诺后面给他一记重拳 原来植木注入天界力到翅膀让自己突然加速 这样植木就能和亚诺的超身体能力对抗了 现在植木使用白鬼夜行 亚诺就说 难道你忘记自己输在罗贝多的理想神器吗 然后植木使用等级二 直接把亚诺的神器给化解 然后亚诺再使用没有能力的白鬼夜行 与植木一同粉碎 以现在植木的等级二已经起不了效用了 亚诺身旁顿时出现了黑色的气 他使出死星级的神器魔王 魔王是将使用者的意念转化为能力的生物神器 外貌是使用者本身实力的象征 其威力就跟使用者的意念强弱纯正比 亚诺使用魔王攻击 就算植木躲过 还是被那黑色的气场给伤到 魔王经过的地方直接列开出一条道路 亚诺的魔王是将圆梦的强烈意念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他在说罗贝多的魔王力量是来自他憎恨人类的强烈意志 当时他已经消除了对人类的憎恨 所以他的魔王就对亚诺起不了效用了 昨夜也说为什么亚诺可以使用两个神器 可能一个是天神一个是罗贝多的神器吧 他们问小爱魔王真的那么厉害 小爱颤抖的说不可能会赢的 现在植木也使出他的魔王 只出现一个中年大叔拿着啤酒 那就是小林老师 他的魔王告诉植木说 你不能想象一些更强大的象征吗 搞得他都提不起劲了 小爱说 可能小林老师体内隐藏着惊人的力量 植木与亚诺的魔王对抗 但植木的魔王就像鸡蛋撞石头似的 一下子就碎了 现在来到猴子这里 他撞到金毛 胆小的猴子就劝金毛带他一起去战场 他刚刚因为害怕逃走而感到惭愧 所以他想再次回到战场 金毛就这样带着猴子前往空中庭院 植木现在飞到很远的地方 因为他不想亚诺的魔王会波及到小爱他们 植木与亚诺的魔王对战了几回合 都是惨败的 他想知道自己灌输给魔王的意念到底是什么 果然用脑想不是植木的长相 他被亚诺折磨一番后 亚诺说魔王的数量只有六发 天神大人的用完了 罗贝多在跟他对战的时候也用了两发 刚刚亚诺用了三发 所以他还剩一发 现在植木已经没有躲开魔王的体力了 亚诺使出最强的魔王攻击植木 这时的小爱竟然在植木的后面 植木为了不伤害到身后的小爱也使出魔王 原来他知道自己灌输给魔王的意念是什么了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伙伴 这次亚诺的魔王就被他刺穿了 然后那攻击打伤亚诺的翅膀 亚诺称赞植木说他很厉害 然后他就吐出罗贝多 亚诺把罗贝多吐出来后 他就不是超能力者了 这场战斗只要能力者攻击到普通人类就会减少财 当财为灵后就会消失 因为植木的神器都是与他能力结合 现在只要植木使出神器攻击亚诺就会减少财 现在植木所拥有的财只剩下18个 而植木理不了这么多了 他直接使用白鬼叶形攻击亚诺 亚诺特意被他擦伤让植木减少财 然后他飞到地上 使用白鬼叶形把植木的铁给打碎 然后那些碎片攻击自己 让植木的财剩下4个 然后植木再使用白鬼叶形和铁攻击 让自己剩下两个财 他现在察觉到亚诺只可以使用一个神器 因为他把罗贝多给吐出来了 所以他只可以使用天神的神器 这时植木已经想到方法了 但那个方法是要使用到两个攻击 这意味着他会消失 亚诺说植木的魔王是守护伙伴为力量 现在他只要把守护的对象杀害 植木的魔王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亚诺使用铁想把小爱给杀了 但被灵子一把就把他拍碎了 接着着也使用飞镖 把亚诺的翅膀给砍下一个 植木趁现在使用魔王 但亚诺只剩下一个翅膀 所以他可以躲开 他回过神一看 那不是魔王是铁 那个铁把他最后一个翅膀给打掉了 现在植木只剩下一个财 他使出最后的魔王把亚诺打败 自己也随之消失 随后卓也和灵子知道植木牺牲自己都非常的伤心 但这时金毛背着晕倒的猴子来到他们面前 他说刚刚猴子一上到来就被植木的铁给打晕了 由于植木打败了一个能力者 所以他现在的才能剩下一个 植木才没有消失 然后亚诺就说 他真正的梦想是想找个打败自己的人 如果找不到这个人 他就会毁灭世界 孤独一人 植木就说 他那个不是梦想 梦想应该是要与伙伴一起分享的喜悦才叫梦想 最后由我们的植木队获得胜利 小矮子就交给他一个空白之财 但植木写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委任下一任天神 那就是拳王 小天也找到他自己的伙伴 所以他决定留在天界了 因为这些天界兽是被守仁一族给吸收 现在不用战争了 便将他们全部释放 亚诺和玛格雷特将回到地狱界 由于他们少了天界人的肉体 他们将无法离开地狱界 最后他们就回到人间了 猴子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他救了植木 林子后来又向罗贝多告白 然后还是失败了 原因是林子甩了他 昨夜踏上了世界温泉寻回之旅 踏上了高中后开始认真钻研地理 然后半年后植木透过努力 已经弥补失去的财 现在的他成绩有所进步 也不受女生讨厌了 最后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他们班上 那就是小林老师 原来植木在空白之财写上 再会之财 那么植木的法则就这样结束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